双胞胎双双得到高中录取通知 但是还没走进高中校门 反手就是给老师一个举报 据悉 沈阳是一对双胞胎 托关系找熟人 终于找到了一个 可为他们补习物理的老师 两个孩子15天不间断的补课 一共是花费了6000元 老师付出了 学生努力了 但是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这一刻 家长反手进行了一个举报 因为有明文规定 在下老师不准补课 哪怕是一对一也不可以 该物理老师已经托还家长的6000元补课费 而且中介出了1000 老师本人出了1000 合计2000元给这位家长 希望这位家长能够撤诉 家长收了这2000元 但是有关部门已经要求该老师写材料 是否会受到行政处罚还未可知 这件事情无疑是给在校的老师敲了一几警钟 也希望广大在校老师能够经得起诱惑 严格遵循相关规定 对于这件事情 谁对谁错 我不发表任何的评价 此时此刻 我只想到了一句话 有的人 吞抹着最高端的香水 但是仍然可以让别人闻到他身上的人渣味 不知道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的脑海里第一浮现的是这件事情当中的哪一方呢 我是教英语的Z老师 关注我 学更多 ع nous的人闻到这一方呢 这只在Ans 我讲的是将来云派做一个 약Э